歡迎大家出席香港電力聯賽中學月第二輪比賽 今日的面題是網絡直播 興奮對社會發展理大運輝 對賽雙方為政方書道會陳水之敬異中學 及反方八十兩書語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電源 政方處面維修能性同學 第一副變為黃奧茲同學 第二副變為黃凱琳同學 第二副變為關正男 反方轉變為葉惠臨同學 第一副變為趙卓武同學 第二副變為黃韻思同學 第二副變為鄭文山同學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伴為今天賽事兵分 他們分別是前陣大變隊長 鄭雷琦先生 前中大變員 加密柏宇中文老師黃文哲先生 前陣大變員 衛調英文中學通識老師文貴堅老師 本場比賽分主變工變一副二副自由見論及結辯六個環節 詳細塞歸之前已經合部比各參與學下 一不宣課 但想特別提醒雙方 公變環節 回答方分能反問 自由見論環節 雙方台上所有變員必須參與 若違反對方台上變員有責任指出 評判應同屬實可扣點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現在先請正方主電話 未有四分鐘時間 主席評估授的各位 大家好 網絡直播是指透過互聯網 開播出即時演奏 這種技術反應成為風氣 因為隨著科技發展 網絡大眾不需要再用專業業材 只需一部電話就可以做到直播和看直播 途徑包括片書、YouTube、片子、直播平台 例如Bilibili、17文版 因此現在有不同層次的網絡直播 由科技發展、國會會議在網站直播 到電視台將新聞事件、綜藝節目透過網站直播 到網紅發揮創意、製作網上直播節目 到普通人隨時隨地直播自己的生活 可以以網絡直播風氣不斷擴展 事實上網絡直播有三大特點 一、即時性 二、互動性 三、跨離榮 這些特性對社會發展都帶來三大利主 第一、確保民眾知情權 網絡直播的特性是可以即時拿出無三展的內容 例如國際法庭的網絡直播 全球各地人士都可以看到審訊的過程 聽到證人的公辭 言論還在參與社會事件時 亦可以自行直播 這些確保了大眾有支持權和資訊立方 是維護社會公義、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 第二、娛樂多元化提供生活情趣 網絡直播成為一個新的模型 不同的創作團隊都積極透過網絡直播增加節目的吸引力 例如近期流行的創造101決賽夜 就是透過網絡直播方式 由觀眾在網上投票 選出他們最想觸動的女性 比傳統節目更互動更有趣 而任何有創意的人都可以隨便直播 例如有人理裝直播、有人試食直播 就連有效的羽毛球隊決賽直播都可以在片書看到 直播什麼的作主權都不再在電視台手上 而在任何人都可以自創節目吸引觀眾 歸民眾提供更多元的娛樂 而觀眾透過看直播可以跟直播主互動 得到即時的回應、有被培滿的感覺 民眾的生活豐富了絕對是一種社會發展 第三、成為新的產業點 推動科技繼續突破 網絡直播興起造成一個慘熱點 最上由是包含軟件開發和硬件研究的創科階層 中由是利用直播平台去創作節目的創作階層 下由就是收睇直播的廣大觀眾群 他們背後就是龐大的廣告商 這個產業點透過觀眾打賞 或者引來廣告贊助 令創作團隊有收益 而創作團隊有收益 就可以支付費用給直播平台 或者直播的設備商 而他們有了收益 就可以繼續研發更大更高質的直播技術 應用在社會不同方面 改善民眾的生活 當然我們都明白直播可能導致一些 實情暴力資訊的問題 但這些並是無法解決的 例如透過人工智能篩選 舉報制度 以及法例規管 就可以解決到 因此我方深信 網絡直播風氣 對社會發展是利大於弊的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網絡直播如果是弊大於地 你是否認為這種技術不應該存在 和繼續研發呢 多謝各位 四方轉變所有時間為三方四十四月 無過時無心求分 因你是凡方轉變 你有四分鐘時間 傳承評判 有觀眾朋友 還有在座各位 大家好 同學有補充網絡直播的背景 2016年 網絡直播功能在臉書上面出現 令互聯網由視頻和直播 以交流和分享資訊 各大小平台都漸漸加入直播功能 相關行業數據顯示 現時中國在線直播平台數量超過二人家 我見這種功能越來越普及 網絡直播風氣在社會裏面越來越盛行 要行兩面題 有方必須量證網絡直播對社會風氣 及大眾整體價值觀向前發展 而你處評價於斃處 否則面題不應成立 我方反對面題基於以下兩點 第一 直播複水難收 片段難以挽回 直播本質是即時性 而網絡相對contexting的工具 受感受的監管 但這些特色 正藉指直播的內容覆水難收 網絡一堅播出 網絡直播者的一舉一動 觀眾也看在眼內 難以挽回 網絡直播內容量有不齊 暴力的場面裡見不閃 2016年7月 美國一張警察槍殺人的事件中 死者的隊友瑞蘭指 在片書上即時直播 警察爬坑 難止流血 全息直至死亡的蘋果都被現場記錄 在一天內引發數萬人 數百萬人的瀏覽 引發美國民眾騷亂 抗議警察濫權 但直至今日問題毫無進展 激發社會矛盾 傷害又如何挽回呢 網絡直播平台也容許用者為投利益 補足觀眾包括失情行為的要求 影響用者和觀眾的價值觀 中國網絡直播發展態勢調查顯示 90後同時是網絡主播 以及觀眾的主體 青年思想未成熟 價值觀已受網絡直播 以失情本金錢的空氣影響 影響新生突展 令全國素王打飛 辦公室將網絡直播 列為專項對象 英國網絡監測基金會 今年5月發表報告 甚至發現兒童色情 直播片段被複製 而三成接受11歲以下的兒童 七成上載郵收費網站 多數片段接受跨國執法 本質難以解決 兒童危害深遠 如何理大於畢呢 第二 身上反權私隱 損害他人權益 網絡直播不受時空地位的限制 固然是可以即時傳遞訊息 但亦忽略了他人權益 大眾甚至傳統關注的世界盃 或流行演唱會都受版權法例保障 而根據版權條例 第22至29條 而非版權擁有者透過互聯網 由公眾可選出作為複製品 為親選犯版權的行為 香港歌手陳奕神 在台北演唱會上 演唱無條件時 其他在隨後 亦透過臉書直播的演唱畫面 被質疑違反演唱會 不能直播的規定 一名單點次的用戶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直播平台 開始帳戶 將多場世界盃賽史直播給其他網友欣賞 然而隨著網絡直播風氣成行 透徵侵犯版權和私隱的直播者 愈來愈多 這些情況不斷地發生 千萬顧他人 缺乏尊重的風氣於社會散播 留下永樂性的影響 對社會發展大力負擬的影響 至於以上幾點 今天的面題理應不同 謝謝各位 反方主題中時間為三分三十六秒 無過時無需靠分 跟著公面環 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電源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電源進行輸信 大家同意 還覺得好網絡直播 包括不同層次 由北京去到普通人都可以做網絡直播 同意 同意 好這方面 偶方定義一樣 再來看看網絡直播和影片處處 你們認為有何關係 有關係 好這方面 偶方的立場都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看社會發展 偶方各人覺得知情權在社會發展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 但我們今天看到 其實網絡直播我都可以計劃好過我的什麼 例如我直播我派錢給一些很窮的人 完直播之後我收回的錢 這也不是真實的新聞 有方同學其實這些和知情權有什麼關係呢 有方同學你覺得多元娛樂還不重要呢 重要但是我們是 有方同學你今天說娛樂是多元化 沒錯 那就是 你方同學承認娛樂是多元化 上由下由中由不同的產業都有興趣 例如是廣告 是嗎 是的 那你又跟我說是有多元娛樂 是多元娛樂 但是不同的娛樂 好的娛樂有壞的娛樂 有方同學一些壞的娛樂是怎樣第二呢 例如色情暴力我主編都說 你聽說色情暴力是否只是直播擁有呢 我上傳的色情暴力的影片 是否也要禁止呢 我今天看到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 好的資訊可以有正當的電視台和網上直播 但是相反 壞的資訊 不良的資訊就是正當的電視台幫不到 因為有法律監管 但是 有方同學 我真的覺得現時直播之所以是有壞的資訊 是沒有法律監管 我方主編已經跟您說可以有不同的法例 有不涉及不涉及物品條例 有方同不同意 有方同學你今天覺得有法律監管 就完全沒有這個 有方同學 甚麼都有不好的地方 為甚麼法律監管不到 你教授給我聽 你主編都說了 只有人工 公眾舉報 還有那些不知甚麼 就監管到 不知甚麼 有方聽不清楚 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幫不幫到 人工智能 謝謝各位 接著是老闆方 公面 公請自由派出一位電源 請你自由選擇正方一位電源 重行質商 一副 好 走開方面開始 你承認網上直播內容的質素 對社會發展有何相 有何相 如果直播質素好 當然有力 那我承認不承認內容有好有壞 我方承認有好有壞 那既然你承認有好有壞 但是你們怎樣行量利費 到底是數量質量影響 一定是甚麼 我今天跟網方 今天看到市面上有質量好的直播 能夠為市民帶來甚麼 多元的娛樂 但他們能夠同行互動 當然不可以直播網方 主要有監禁的措施 又撒開我 不可以再補充 不過我們今天看到 你所說的娛樂多元化 可以用娛樂多元化的平台去看 一些好的或者壞的東西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可能會影響市民的價值 有可能性不性感 娛樂平台播好的東西 當然會有利於市民 有可能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娛樂 今天有可能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情況 有可能覺得多了一個娛樂平台 就是好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娛樂平台 可能會播一些不好的東西 有可能性不性感 今天有方同樂 我方今天看到 這個例子給你聽 例如有原因 就是放誇 為中學中學的同學去打氣 這個情況 這個直播正不性感 有可能性不性感 我會喜歡一些網絡平台 有不好的語論 那就是這個內容 我跟我說了很多次 我整個經驗有點畏處 不過我方看到 可以監管 我可以解決得到 有可能如何監管 你今天看到一些直播 這些的直播內容 一旦播出難以監管 就是播出然後 只是可以時候追究 不過市民已經看到 有可能如何監管 那你知不知Facebook上面 有個限電人工智能 可以偵測到人的膚色比例 他的姿態行為 你現在不要只說一個平台 我們現在要看完全部的網絡平台 是不是全部東西都做到 你口中所說的這個監獄 那有沒有跟我說今天看到有些平台的觀眾 有沒有說是還是不是 可不可以重看一次 有沒有說 你… 你… 都是這樣 宋面環的結束和陸正方的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鐘時間 為甚麼我請客第四次 這就是評判組織角 大家好 今天議題中所說的網絡直播 其實並包括我所說的色情暴力影片 複製後的影片 所以請請我方同 不要把那些影片的壞處和直播一談 而且今天方同是擔心類似的事情 第一 如果擔心色情暴力那些一旦出了 就能以收回 而今天我方處變得他出了網上法庭 創造101這些正面例子 那我同學不聽不所謂 不要緊 但如果按照你的邏輯 有色情有暴力就等於我壞處的話 那今天一些書 那些有色情有暴力的情緒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要反對日策術呢 那如果今天呢 那些三級的影片 那些影片一大網上傳到網上 影響更為甚大 那方同學又不是要反對整個互聯網的技術呢 而且呢 那方同學呢 擔心浪複製難收 但重點是 今天呢 我方看到其實有多重的監估模式 可以阻止到這些不良的訊息 好像剛才說的 Facebook那個人工智能的技術 那方同學呢 其實是不反對這些技術能夠做到的 只是呢 不能夠宣傳在其他 宣揚去其他的平台上 那方同學呢 那些技術呢 當然更加延發下去的時候 可以放在不同的平台 繼續應用 同樣能夠阻止這些不良的訊息 而且呢 在不單是這些平台做到的事 那些觀眾 發現一些暴力色情的內容的時候呢 呢 能夠去檢舉那個用戶 而那些管理員呢 就立即將它列入為客名單 去阻止它繼續輸入這些不良的訊息 那另外 現在現時也有多法律監管道 好像剛才說的 人資格不硬的立法管制條例 不誠實使用電腦等的罪行 能夠達到這些犯法的合規 在這三重的補償之下 有同學的擔心 根本就是多餘的 而且分來呢 再第二的擔心 就是擔心呢 現在的方法問題很嚴重 有同學呢 就跟他講世家姑娘到往的問題 有同學說前面不說後面 其實上個禮拜 世家姑娘到過的問題已經被人拘捕了 可見現在現時的確法 已經可以監管到 不像有同學說的 播出來就沒有枉本猜不到 而且呢 現在市面上也有些翻版的電影 翻版的殘忍 翻版的書 有同學反對這些電影業的風氣 這些書、印刷術的風氣 有同學來解釋 而呢 當一個直播的風 直接成為風氣的時候 每個都能夠即時 直播的畫面到網上 但是全部 好像我跟我說的 那麼暴力 那麼色情呢 不是的 舉個例子 現在的一些大型的辯論比賽 他們同樣都有 使用這個直播的功能 在Facebook 在YouTube直播 而且呢 但大家要明白一點 其實播變論比賽很難賺到錢 而當初那些電視台 都很少用這些直播形式 去播這些辯論比賽 但是 利善用這個網上直播呢 這些這麼多學術討論的辯論比賽 就能夠以低成本 很簡單地去網上直播 那些市民也能夠第一時間去浪意比賽 不需要受到地域的限制 都可以自由推動辯論比賽 那同學你覺得 這是不是一個好處呢 而且好像傳統電視台 它在將港潮流 它對不斷改人的辯論 它的技術 有更多好的節目 那同學你認為這些是否好處呢 多謝各位 主席 觀眾席 各位 大家好 聽完友福跟我說 他的前提都是說 市民因為有這個網絡直播 所以就要指情權 因為資訊流通 所以就方便 所以就對社會發展有利 這個前提有可能你說 會不會太不合理 和太理想化呢 第一 有可能你今天要證明給我看 方便和社會發展 究竟有甚麼必然關係呢 我多了娛樂 我可以看好又可以看壞 那又對社會發展有甚麼必然關係呢 第二 究竟其實是方便做些甚麼呢 有可能請梁正 第三 今天有可能跟他說 多了很多娛樂 知了很多東西 令人的生活更加豐富 那就是好 他們全部都用好的資訊 有可能覺得這個世界上 只能用好的資訊流通 壞的就不可以 有可能也太理想化了 但我們今天見到社會上 其實是有色情暴力自殺 這些資訊流放出去 我們今天看回變態 是講風氣 因為風氣一旦過了 未來就會不斷地擴展 有可能今天跟我們說 有法例監管 有可能你已經承認了這個閉嘴 而且有可能我今天舉例 證明不到這些法例如何監管 為何我們現在還會見到這些問題 有可能你今天不只給我一個形容詞 我跟我說 我有支持權娛樂 多了 生活豐富了 你要解釋給我聽 為何這個網絡直播是對利處 只不過是對社會發展有利處 今天有可能同學跟我們說 網絡直播的特色 而不是它的利處 今天有可能扭曲了 變成特色變成利處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人們利用這個特色來做甚麼 我都知道這個是 資訊流通了 但有好又壞的資訊 今天有可能我指出 這個特色代表你多於弊嗎 再者 今天有可能同學都知道 是有法例監管 但是我們今天見到 這個網絡直播是難以追究 原案執法 又不容易 法律基本上是沒有甚麼用的 今天有方同學還跟我們說 其實這些色情 自殺不良的資訊 其實是很少的 有方同學 你們都承認了有這個弊處 但是不是就是因為 它的數量少 而影響不大呢 我們今天要和我們論正這一點 還有今天我們見到 數量少不代表質量 我們今天見到的就是 它的數量未必是那麼少 它一晚沒有跟你說笑 但它的質量也是不好 加上我們今天見到 其實有可能一直 只是跟我們說 這個網絡直播只會 推廣這些正面的訊息 但它們忽略了的就是 而是 亦都可以帶走不良的風氣 去這個社會 它會在長一些不當的行為 另外今天有方同學說 會創新 有可能整理實質的例子 如何創新 沒有直播之前 還有直播之後 分別有多大的社會發展 有多大的利益呢 各位 反方第一副便發言辭 又不是三分 是二分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然後是正方第二副便 又有三分 再一次 主席評判授 各位大家好 今天面對講理大於閉 今天我方就和家晴利閉 待到目前為止 原來有方同學今天的閉嘱 根本就閉不成閉 今天有方同學第一個 跟我們說什麼 今天這些暴力飾停的直播 一播出來就覆水難收 有方同學後來看看 為數有多少 請有方同學今天舉出例子 但有方同學我們今天看到 這些技術 任何技術都會實有難用 但問題是在於多少 今天有方同學的流出很奇怪 有一些不良的直播 就說是一個大幣 所以這個風氣就是不好 但有方同學今天不論 一副已經和我們承認了數量 是很少的 但我們今天有方同學的流出 就是一段不良的直播 有方同學今天你的標準會不會太高 有方同學今天一副就和我們說 原來我們今天的法律 是沒有什麼用的 是做不到監管的 但有方同學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正正因為法律 所以我們可以抓到一些 世界高度的問題 甚至有些19家的網路平台 他們還有一些色情的直播 我們都可以抓到的時候 有方同學為什麼你們說 法律是沒有什麼用呢 有方同學今天這麼擔心監管問題 有方同學聽不到 有方絕別和一副所說的監管制度 不要緊 有方同學 等我再和大家說多次 例如Facebook 現在有一個人工智能 透過人的膚色比例和一些姿態 去做一些主動角色的監測 而且應用程式 本身有一個管理員 都自己一個系統 可以自己監測一些不良的直播 中國大學加強了管制 公佈查取了19家的直播平台 還要求未來的直播平台的主題人 一定要用真名去登記 否則如果不然就會被人禁播 而經常適情暴力者 甚至可以列入黑名單的時候 有沒有和我們今天所說的監管制度 其實是否已經做出一些有效用呢 有可和我們今天和你講 如果這些影片其實都是會有這些閉嘴 有方同學今天不要和我們講 不要將這兩件事慢慢談 但就算我們今天看到影片 今天我們看到影片的謙然性 是比較大的時候 有方同學影片所做出來的閉嘴 是比這個直播更加大 甚至一些影片都是浸透和內容不符的時候 有方同學是否會拍片 反對這個拍片的風氣呢 其實說到最後 網絡直播的理處今集無可吹替 反正今天都說不到 除了時常所說的理處 其實網絡直播都可以做好 陪伴青少年的作用 就好像見條大學社會學教授 湯生莊迪張中介化女家王 在這個關係之中 人們可以透過螢幕 跟其他人參與 就會不斷自己親歷其境 好像透過林逸一在放過前 為學生打氣 還有韓國有一個網紅的直播 自己溫書去激勵這些觀眾 跟他一起溫書的時候 但正正量直播 其實都是因為他們的即時性 和互動性 令到青少年覺得自己人貴 青少年是被人負責 最後需要有方同學 有哪個媒體可以 好像直播一樣 做一個陪伴青少年的狀態 多謝各位 今天我們看到 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數字不代表 可以解釋到形象的大小不同的狀態 我們今天看到 今天影韓很執著這個數字上的問題 其實今天影韓 你們有沒有一個標準 覺得到底哪個數字 到底這個數字過了不知幾萬人 就代表弊大於你 也代表弊大於你 不知道哪個數字又代表弊大於你 今天影韓到底可不可以跟我們 講到一個理想裡面的數字呢 我們今天看到影韓說 這些色情的片段很少 這些暴力片段很少 不再不改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片段 就算它們真的少的話 它們裡面的內容是錯誤的 它的內容散播出來 其實這些資訊 社會人質根本不應該接收的時候 其實根據我們今天面相講的 風氣這個字眼 風氣是會隨著時間去拖展的 而這個風氣如果它拖展出去 這個位置只會越來越大 各位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跟我們講了很多東西 他跟我們講 這個網絡直播平台可以為我們的知情權 可以令到我們接收的資訊多了 其實說到底他們都是覺得 增加了這個網絡 這個網絡直播平台可以令市民的生活方便了 不過其實再各位 我們今天要明白到 方便這個詞語 從來都只是一個雙性詞 今天有方同學 需要跟我們認證到 這個雙方便這個即時性的特質 為甚麼是他的理責 必須跟我們認證清楚 為甚麼這些市民有了這個 這個方便跟社會的發展有甚麼直接掛毆 有甚麼直接的關係 和這個方便 多了這個網絡直播平台 他們多了這個平台的接收 這個資訊之後 到底這個好處有多大 要跟我們認證清楚一些 人們用這個方便 即是這個可以令他們更方便的平台 是會來看多了好東西 而不是來看多了一些不良的資訊 還有今天陰林跟我們說 這些網絡直播平台可以維護你的知情權 其實這些網絡直播平台 從來他們都可以去選擇自己直播的內容 他們可以選擇一些對自己無利的直播內容 他們雖然是沒有通過任何的展出 不過他們可以選擇播放的內容 其實這個資訊權到底是維護了多少呢 各位我們今天見到 我們今天見到社會上有不同的例子 有未成年的人士為了看這些網紅直播 挖走了母親40萬的工錢來打賞 有14歲的青少年沉迷色情直播 而導致他每個月月出幾千元 難道有可能覺得這些問題 全部都不是一個幣書嗎 因為其實有可能是一個很負責的政方 我今天覺得這些網紅直播平台 有閉嘴的編劇完全沒有問題的時候 今天都是這樣 各位 當時要換閉事任為三分零 後面無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出入自由編論環節 雙方方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當流方發言時間上限三十秒 會有一釘提示 過鐘的時候會有每釘兩響提示 屆時本人會宣佈另一方正如時間 該方法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便員發言 請問出發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自由編論環節 再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首先發言 有同學有沒有看過網紅直播 有 有 有 你看的是甚麼直播 利多還是弊多 我看這直播是完全不關於社會的發展 甚麼事 原來我們今天看到社會 我們今天看到人家的生活片段的時候 我們在社會嘉賓之前 都可以知道我們朋友做了甚麼 根據哈佛教授Robert Weiss 都說 社會關係是提升到幸福感 我們今天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直播 去表達出發言的感情的時候 而流水關係衝進這個社會關係的時候 為何不是有利社會發展 因為今天的經歷是對社會發展 但今天有關同學說的 跟我們看生活的片段 根本上都不單是社會發展 事實 有可能今天看清楚 為何不關事 我們今天看到我們透過這些社交平台 去看別人的朋友的生活片段的時候 是否直接出張了我們的社會關係 為何我們今天對社會的發展不關事 我們今天看到有些平台被侵權 有些人看了一些不正當的內容的時候 他們的價值觀被扭曲的時候 這個有關的關係很重要 有可能我看過這些很差的直播 我方都沒有看過這些很差的直播 所以有可能我們有沒有受這些價值公明影響到呢 有可能我們沒有看過 但不是那麼老 有可能我們兩相都沒有的時候 證明其實真的不多 而且今天我方看到網上發平衡 做了一些是不是很好的籃子 有可能我們一百多人沒有看 就做不好了 有可能我們今天看到我們社交平台 那麼擔心到過問題 我們就正正可以透過法律去監管 有可能我們先等一等 但你是不是很肯定 你整個社會有那麼多人 你看到一個人是值得的 就算你法律監管了 你怎樣可以透過它 一定監管就是全部的人 即是關於承認法律 是有能力的監管是不是 不是 那你又跟我們說 已經是承認了 世界上的平衡 有可能我們覺得 那麼多人監管到一個人 就叫做法律監管 有可能是六七個點來的 如果在社會有那麼多人的辦法 就是捉一個人 就代表捉到全部的罪法 不是 所以閉署依然存養 有可能請論證 為何你處得多於閉署呢 有可能我已經承認了 法律有自己的效用 除了我們今天有法律的監管 即是有方今天都已經提過 有人工智能 有這個系統的監管 有方和你今天跟我說法律 沒有緊要 我們有其他的監管系統 有方和你今天回避了我們的問題 今天我們已經和你講了 這個社會的關係 是可以有利這個社會的發展 好 接著 不要緊 接著我們再講 我們舉了這個建條的創新章 指出 中類中介法律交換 可以令人認識 親歷奇景的例子 但有方和你今天怎樣解釋 有方和我們怎樣 可以說 有方和我們社會發展了哪個部分 有方和我們一句話說出來 哪個反省 發展了什麼 是否經濟 不是 有方和我們社會發展 不因為經濟、世事件、民生等 這些社會關係 社會關係 令到社會發展更加 整個社會更加融合 正正可以帶到和平社會 更加可以有利出政治的環境 有方和你今天再一次回避問題 外方也不介意再一次問你 中介法的交換 是可以令到 親歷奇景 令到親歷奇景 令親歷奇景 有方和你今天怎樣解釋 有方和你今天很奇怪 今天有方和你覺得 這個網上直播的風景 可以促進到人與人的和諧相處 不過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同事也有這個網上直播 會令到市民發生 產生民憤的事情 難道這些 你們就可以事而不欠嗎 有方和我 這些所謂的產生民憤 其實是在提升市民的知情權 有方和你有什麼問題 今天我很不明白 就是為什麼今天我覺得 一些資訊 可以促進到市民和我相處 就沒有問題 不過一些資訊 令到市民有麻煩 不可以和我相處 這些資訊 有方就不承認有這些資訊 有方和我 我說有這些 有方和你所謂 引起麻煩的見面 我們的承認是需要這些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見面 是令到人知情權 就像我直播這個網上 暴亂這樣 有警察打人 我們看到有服飾 或是扔出來的時候 我們通通都可以直播到 有方的人 為什麼你說知情權 有一些是完全不夠的 有方和我心 是否直播不到有人扔專 有方和我看直播之後 扔專 或者有方和我去論證 怎樣最大的幣訊 我們雙方都承認我們有幣訊 有方和我們怎樣論證 有方和你整個幣訊 先讓我看無線播 可能一兩個片段 各位 正方以用盡所有發言 反方向於15秒 可以停留派到外面 各位 可能這一刻都不明白的 就是 其實網絡這個平台 一直都是法律難以監管 我們今天看到 北京維波律師 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慧文 跟我們說 網絡直播獨有行業特質 就是網絡直播亂象主要原因 行政家管保 難以監管直播內容 不同於電影電視等傳播方法 因為網絡直播具有即時性 直播過程一旦開始 無法對直播影片的內容 進行事前的審查 也就是事後處罰 其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已經發生了 各位今天可能不明白的是 偶方認為如果這些片段 他們已經播出這些觀眾 應該會接收到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 他們已經接收到 我不管你事後捉到那個人 還是用法律業台去追加 不過這些資訊 他們始終捉不到 反方的法律業前進行都用不 只有環節結束 現在是貼電環節 雙方貼電有1分鐘時間預備 非常難以靠 非常難以静 在這裡 群人的雙方 排除 叫做 鮮油 準備時間結束 鮮油反方結片補完 前面有四分鐘時間 準備好 請問一下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再次各位 大家好 比賽來到這裡 不然有方同學以下的問題 第一 有方同學說 直播新聞的準確性會更高 但等一會 直播新聞的準確性和不直播新聞 基本上會有太大分別 有方同學說 即使在無線心 或其他不同的平台 都可以看到這些暴力 如何可以說直播新聞 直播和不直播有什麼分別 其實今天有方說 以校園的新聞為例 同學的記者一定會選一些 對學校有利的內容 來做訪問的時候 所以在學校平時的校園日報 不會看到罵老師、罵校長的內容 發聲的時候 這些就是直播都可以有篩選的例子 再次各位 篩選台的準確性 根本就不會太高 只要有方同學 不要再放大視聽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說 政府已經立法規管了 網絡直播發送的不良訊息 有方都會說 政府已經立法規管 但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 網上仍然有很多暴力、色情等等 不良的訊息出現 這些出現證明了什麼 就是證明了在有監管之下 網絡直播仍然不可以有效地 阻止不良訊息的出現 有方今天其實已經不自由地 變成了 站在我方的暫線 說了網絡直播的閉嘴出來 而當大眾看到 連法例都無法監管 網絡直播發送不良訊息的時候 這種發送不良訊息的風氣 就會越來越盛行 因為我今日的片段是說風氣 因為風氣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拓展到大 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但如果法律 如果法例根本上可以監管 為何現在我們在網絡上 你還可以見到這麼多東西 不良訊息 至少因為有方只在說面書 一個社交平台 在其他地方 究竟如何監管 有法例根本上可以監管 有方法根本上可以監管 有方法根本上可以監管 又不可以 又沒有提供流行的數據 和方法有多少百分給的人 是真實的 一百分給的人 真的可以監管 有方法根本上是不可以的 第三 有方法只在網絡直播一段 創新和多元化 其實今天有方不可以解釋 甚麼是創新的例子 也不可以解釋 創新內容和社會的利和利 再是今天有方武論證 創新內容和社會發展之間的必然關係 假設一個武者 只盡千方百計 希望吸引更多人來看他們的直播 創造了很多獨特的舞步 但究竟更多人看了這個直播 更多人學習了獨特的舞步之後 幫社會發展了甚麼 有方和我們怎樣解釋 相信最多位就變得心中有數 今天有方 葉貴臣跟我們說數據 中國現在是監禁了19間網絡平台公司 但究竟中國有多少間網絡平台公司 中國有成千上萬 那麼多直播平台的時候 19間又如何解釋這個問題 有方今天自己說了 網絡直播監管的閉嘴 而自己已經承認了 其實19間根本不能太解釋 有方又怎樣可以說 這個法律根本可以保障到 在座各位 比賽經歷到這裏 有方一直都忽略了社會發展的四個字 到現在依然論證不到 他們所謂的網絡直播本質的利署 和社會發展究竟有甚麼不疑的關係 今天有方只是不斷地重複他們所謂的利署 又有方聽不到 但其實我方今天真正聽不到的 並不是有方所謂的各個利署 而是有方究竟怎樣去論證網絡直播的利署 可以寧隔於閉嘴 今天不妨作為政方便題 理大於閉嘴 我只是說他們的利署 但根本就無論證為何是理大於閉嘴 因為我方很慶幸 雙方達成了這個共識 但不妨的 有方根本可以論證這個問題 回到基本部 我看到我們今天難願有效 全面監管網絡直播的內容 即使我們發言不當的行為 都難以阻止和執法 執法了也不能批評到傳媒的時候 這正正是網絡直播 但如果我們的閉嘴 對社會發展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因為這些東西是會托展下去的 但我方再者 網絡直播增加了大眾侵犯版權為私隱的可能性 即使立法也不能有效地 全面阻止這種情況 發生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不可以 對社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讓自己的意見全都成功了 謝謝各位 凡方建議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無過時不需扣分 最後請正分結會總結 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想要介紹的事件 主席的評判就說 你好 在整場比賽 有反對變態 因為有色情暴力和報告的內容 因此就是違反於你 我想好有兩套電視 很適合利用有方同學 第一 工心介意之心工計 今天有方同學心工計的公主 有很多疑問 現在有很多色情暴力的內容 我方二父問你 以前色情暴力的內容 在網上直播有多嚴重呢 有方同學有報答到 我方就說 太少 但也要管 因此我方一二父再告訴你 因此面書由人工智能的技術去監管 有方同學承認了這個有理處 他擔心什麼呢 他擔心不是所有程式都能夠用到 面書由人工智能的技術 其實政府可以強制不同的直播平台 不誠實使用電腦罪 尤其不及不顏密本制條例 可能是否聽不到呢 所以網上直播 其實不可能想到這樣 一開的程式 全部都是色情暴力的內容 不知道是否看得深工計太多 可能有方同學 真的很多疑 其實對比影片 今天一定有色情暴力的內容 並不是直播獨有 其實不同的 你放影片上面書 其實都可以有色情暴力的內容 都是公佈之後 就是政府才去做事 有方同學擔心會流傳 其實我今天很奇怪 其實書都可以有色情的書 電影都可以播放一些三級的電影 那是否有方同學覺得 現在看書的文化 和策略的文化是不好呢 有方同學這方面 會不會跟我們說文憤 他們說 因為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壞的訊息 因此他們就會很有文憤 我奇怪 沒有先播 七一六四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局部的片段 今天我要去 令到市民更知道更多的東西的時候 我這樣拍攝 即是給大家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七一六四晚會 即是有不同的事情發生 市民自己選擇自己的需要 為何不能夠提供市民資情權呢 第二 學善學非 是否能夠明辨是非 有方同學主便跟我們說 版權道路的問題 可以一副都補足 跟我們說 世界盃已經 即是道過世界盃的人 已經被拘捕了 還有版權條例 有方同學一副 也不再剛才說了 再去各位 有方會被所謂的經濟 娛樂的利署 跟我們說的 色情報律和銀粉 我們要去比較利弊 有方同學明白的 就是利潮未最大化 和弊潮未有限 即是上科技發達的年代 我們要去直播很容易 以前我們一定要靠電視台 一定要靠無線 但現在呢 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是電視台 其實你現在覺得 美女廚房二好假 不要看 不要緊 因為你仍然可以看 是否直播 相比起錄影的節目 是否直播 更加可以是 即時知道很多人的反應 其實不要吃 大家都違反一看 跟美女廚房 或者是不同電視台播的節目 不知錄了多少次難吃 都覺得那一次好吃 其實是正正在改變 整個娛樂結構 是由上而下去告訴你 你要看些甚麼 又沒有才可以決定 你要看些甚麼 因為我都明白的 中國有200家直播平台 正正在創造新的產業片 當中的廣告、收益、打算、金錢 都可以不同改善技術 除了飲音食食 在公義的層面 網絡方面有理處 國際法庭部分國會都有直播 即是可以促進不同社會的公義 今天我方問你 Robert和John Harvard劍橋 一些知名學家的例子 有方都是補誤過的 社會發展 我們都在講經濟、娛樂和社會公義 今天看到這三方面 直播都可以帶來其他的好處 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其實即情報 其實有條例 有面書有技術可以解決 那麼多解決方法的時候 為什麼你放了這麼長的例子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現在先請鄭先生就雙方表現的評語 大家好 今場比賽的質素很高 雙方頓點、主線、反駁 全部都見到準備公開 所以我今場的取決 其中一個取決位 會是雙方今天如何處理 所說的負面訊息 如何限制或過了之後有什麼程序 我覺得正方這方面 他專門有心地整個大副的一副 都是專門講這些限制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反方如果按照你主編的說法 又不像去到今天好天後場 去到打磨磨打的情況 譬如我覺得有一點反方主 說得很好就是覆水難收 其實不論今天正方說 一百萬個措施都好 都是覆水難收的 因為一天不播出街 一天我都做不到他 他一天不播他一天都不明白 但是我們看回電視 看回電影、看回其他書 有人審柱 或者電視本身有政府規限 他一犯法就立即可以吊銷 他的談刀 如果可以不做的話 諸如此類 這些規管已經可以預先預防到 他播出什麼內容出街 但唯獨是直播 你主編都說到是覆水難收的話 其實他說的所有措施 都是之後播出街之後才會發生的事 看了那些人就真的看了 而那些幣處其實不像他所說 那麼限制得到 就是那麼解決得到 這個謎虛是出元寧之後才可以BAN 所以這個是一個直播跟其他渠道的分別 而它有一個例子 就是世界杯的例子 其實你到後面都有質疑他們 也是說一個 是的 我就期待你講很多個 尤其是你主編也有講過 執法的困難在於跨國的國家法律 跟一個菲律賓直播世界杯的人 你怎麼用香港的法律去抓他 就是香港的觀眾走去看 那怎麼辦呢 這些執法困難 可能你主邊有輕輕賴國 但是你後面那些就可以多些帳目去追蹤這些字 因為你主邊放下去就有談過 大家至少有一個不認知 所以去到後面感覺上就不會去了正方 因為他們很相信自己的措施 好像真的做到這樣 純粹只有一個質疑就是質疑 你怎麼只抓一個 你怎麼真的確保到 你問一條問題 你3D問 純粹要消費的時間就或者 但是你沒理由幾個位置都只是一個目的 那這裏我覺得是差一點的 那到正方 正方我覺得你有個位要賺的 就是你以後特意知道 又好像知道 這裏反方會質疑你說 大家娛樂多了 關社會發展什麼事 所以特意放回一個 普遍者在那裏 覺得這個位置真是挺有心思的 這又是一個反方的問題 當你嘗試去縮小他們的利處的時候 然後呢 你又只是純粹用一個質疑的態度 而是用一些很實在的資料 例子去說服人 所以我覺得反方在這兩方面 第一個就是 你把他們的那個月份措施的方面 第二就是你縮小他們的利處 那方面都可以做更多 好了 交給下一位請 謝謝 我們現在有請黃老師 那我想呢就是 第一件事 究竟那個影響呢 是大還是不少呢 那我堅持到 你們會投入就是數量多管 有幾多個是這樣的內容 或者幾多個是這樣的接望之類的 但其實呢 我想雙方都很難舉出實際造詞的 無論是對社會發展的利 或者對社會發展的利益 很難的 因為網絡世界有這麼多東西 哪有一個這樣的統計呢 我相信有些有 但會不會可以嘗試這樣想呢 就是 你找到一些節目之後 我想有些就是那些提擊率 那些回應 究竟有多少 會不會都可以幫助你去說明 那個影響有多大呢 你都一定能夠很有效做到 但起碼呢 我相信要講到一個風氣 對社會影響呢 它應該是一種特點的 就是一種暗散性 那這種暗散呢 就不單止是主播或者那個節目 拍攝那個人 本身的人 而是看的人有多少 那這種暗散或者點擊呢 或者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當然也很難說 找到一個節目 但起碼某些類型的節目 或者某些類型的節目 其實呢 就算某些類型的內容 有很多接很多 我假設真的知道 其實點擊率可能很少 其實它的影響可能也很少 某些折磨 可能它的數量也很大 但點擊是過百萬上千的 假設有 那它的影響性又可以很大 所以這個一定是 不能夠舉多一個實際的數量 但會不會是看的 回應的 那些數字 有些參考的 那這個一樣 另一件事就是這個監管的情況 那我就 我也欣賞政方說很多監管的措施 方法 有些人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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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聽多一點點 就是 好 當你適戀了之後 監管了之後 他有些問題 適色情報 那接著之後會見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如果知道之後 他仍然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或者 知道之後 懲罰不是重的話 那 其實結果可能也差不多 雖然有法例 即是說有相關的法例可以做到 但是他跟 好像剛才所說 就是跟你書籍 預先送去審查 是有些少許不同的機制 因為通常是 你直播完之後 你發覺 可能是要監管 但是監管了之後 很久會適應做 然後呢 之後的後續是什麼 來的呢 反方的動作就是 如果自政方所說 監管是不做得到的話 為什麼一旦有這些存在呢 那這個 都可能是要想的 那當然不是說 要做到完全沒有 可能一定做得到 但是那個機制 如果真的有效的話 現在好像經有的話 或者唱耀的 會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是這樣呢 那些人工智能這樣說呢 譬如 其實 在歐美 透過連書 去上載哪些 自殺 或者對他人的事情 都有相當的 所以 連書去挫敗 那些人才覺得是要嚴正 再增肩人手 再處理這些問題 那會不會都是說清楚監管 監管之後究竟是怎樣呢 這是第二 第三項 第三項就是這個問題的一題 其實呢 網路直播呢 你覺得是主觀客觀的東西 我建議是怎樣呢 譬如 譬如 反方就說 那些看的東西 放了上新聞 那樣 你鬥傳遍 那當然也可能因為剪裁過 所以你看 偶天的新聞 發覺 我看不到我上看的東西 那反過來 說直播 是不是都是看一些 直播主的人 想看的東西呢 那究竟直播這件事本身呢 我們所說的資訊 知情群 是你們記得的一個論點 是 所謂的知情群 是知道得多了 還是知道了 拍攝者讓你知道的多了 明白了什麼 是全面性多了 你還是看著那樣的角度 那樣東西呢 那這個 可能兩面都有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 是你們剛才討論 或者理論的時候 帶出來這件事 那到後來呢 最後一件事 那就是 好像這個論點 後來有點不太跟 例如譬如 譬如正方 關於那個經濟那個論點 就是那個 生產業的那件事 好像 去到中後的論點 不是很覺眼 錯了這件事 去到這邊又再重現了 就是 中後又說得多了其他東西 不是說得多了其他東西 所以才是指 如果這個是你一個 多一個論點的話 會不會都有 就是可以貫穿它呢 又例如 反方裡面 其中一個論點 就說這個 反權私隱的問題 好像由 某國之後 又會繼續說反權私隱 然後 反方那天集中 就是回應正方 有些什麼 就繼續說 但你本來有 那個 侵犯反權私隱 那些東西 又好像 不見了 這樣 我想這個是可以留意的地方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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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一些 龐之夢之事 就是 今天 兩邊的小朋友 是 套餘 我用特殊的工作 那 錯誤的情況 都挺嚴重 那就令到 那個方法少了 譬如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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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不要緊要 你不答都不要緊要 那你一場 出現四五個 不要緊要 我就覺得 那我聽不聽都不要緊 那些 就是 那個套餘 通常我們是 一些 比較入門的 最終點 的情況 就是 他站出來 他要時間 去思考 就是 那句話 是他後講出來之前 要想很久 那他又不能夠 真的站到這樣 所以我們就通常建議 一些 講了等於沒有講 但是又很有氣勢的 例如 今天有一位同學 跟我們講 因為講了十秒 其實都還沒有講自己 但是 你的腦筋 但是去到後期 這個步驟 應該要慢慢試 所以 分了兩個階段 如果你剛剛 沒有結束 沒有經驗 我建議你多些 讓你碰鏡 讓你控制到你的腦筋 你的前奏 你的敗慢 很多的重點在哪裏 但是當你有這個台形的時候 人家就看你的內容 但是這些東西正正就是阻止你 講更多的問題 所以你要慢慢將來再評判 那是有些難過的 也都可能會 那是有些難過的 那是有些難過的 但是 我覺得 各方面就是 要考慮監 那怎樣監獄監 監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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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叫做人師高亂監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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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比較可惜 譬如正方和我講的 一些比較大分補一點的 公義一點的事情 國際法庭的事情 是不是去到後場的時候好像不一樣 有沒有可以講一下 現在的存在問題是什麼 例如法庭 大家覺得是速之高降的 我們不接觸它 不理解它發生的事情 變成大家覺得 不知道法治的運作是怎樣 直播會不會有幫助我們明白法庭的運作 重新加深了我們的法治認識 升高了法治社會的數量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否有去配合 反方 去到公義的時候有足夠 其實你這個主線 我聽到它很強調網絡證明的法治 但去到後場 你們似乎會觸出這個特質的比較 就見到說是 有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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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被它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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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有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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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是輸的樣子 上一場評論有 都是很常見的類子 你們都會遇到這個類子 就是任何本街 任何食物 任何東西都有不好的東西 就不能用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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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這樣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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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如果你能夠掩擾這個拒 到的特質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它 無 無 無 有 不代表 多 不代表 即是 有一件的是有 有一萬件的是有 那大家不會覺得是這個類子 那你就不用被它 人責信帶你走 這樣 都很正常 如果人 你都可以外出街 到處講 一些很實情無力的東西 或者可以周街殺人 那是否就等於 所有的東西都一定是 廢戶與理論 又不會這樣 但你就可以比較 即是舒服的 你會預先送三文 你又可以禁手 你又可以叫它 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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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萬件可以做 但你那些 現在 我們起碼看見現在的 直播的 管制 就是沒有 會不會 那如果你 如果能夠 舉出了這兩個 渠道的東西 但真的 一個 我是很容易去 找 一個 沒 用 一個 出了事之後 我有很多補救的方法 還有 下架 一個 買網 一個 接觸的人 可能是有限 即是 買書 一個你帶 你怎麼都發現到有東西 那你直播 可能十分鐘已經 十千萬人看了 一個 執法是沒有的 你哪裏出版 就受哪裏 但是 如果世界觀 打開直播行 我看 太多的平數 我看 我和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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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就是這樣 如果你這樣 你就很容易去走 不會理他不拖著走 所以 大家都有壞事就完了 沒有那麼快去走 大家都有壞事 我們就比較 這個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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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電視 就是這樣 你都可以 每日辦得很深刻 很沉默的 活動 但是我們不會 συ 到這裏有好處 網上直播也有好處 所以不講大家都有好處 大家都が好處 整條片都 hust 不會的 你可以比 res changing 但是更高層次大力,動力比較,所有事情都一定是很有壞 如果大家都有壞,我們就不再談的話,我們不會做什麼呢? 那是否變高代表大家都有好東西,我們就不用做什麼問題 但是真的有好東西 比賽結果已經在我手上,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正方潔意關正男同學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正方得票為三,反方得票為靈活 所以今天勝出比賽的是正方學校 恭喜 今天是比賽到此結束,各位